全球纠察队带你看世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朱迪林子宇 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会聚焦在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 以及呢 俄乌战争已经满两周年 要进入到第三年了 一些国际上怎么看待 俄乌战争到现在的发展 还有在这个中国跟菲律宾 在南海这一带 也好像不太平 有一些争端 这些议题我们都要请到 专业外交领域的这些专家学者 来为我们分享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 大家都已经看到 坐在我旁边的 这个最资深的这个大使 我们欢迎前驻荷兰大使 也是民众党这个 主席办公室 社外事务总监 周台竹 周大使 欢迎大使 美丽的主持人 朱迪 还有 这个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周台竹 今天非常开心 有这个机会 来到这个节目 来分享一些 我对国际实施的看法 因为其实这个节目 算是 这个国际部跟文宣部 第一次就是这个 跨部门来做 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策划 所以当然要由 我们的长官来督军 所以我们第一级来宾 我对自己比较好 好吧 我们邀请到这个 周大使看他会不会对我手下留情一点点 所以也请现在在收看观众 直播的这个观众朋友 留言的时候 好不好 可以给建议但对我手下留情一点点 大使 大家应该都会很好奇 就是你卸下秘书长职务之后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我主要就是回归我的专业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在外交领域已经工作了三十几年 那我外派过海外五个不同的国家 在海外总共待了23年 那我去过的国家 通通加起来超过60个 那我想这个 这些经验 可以提供我们同事的一个参考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 就要带大家先来环游世界一波 今天最主要的第一个焦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 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 因为在录影的今天 大概是在前一天 是这个美国的Super Tuesday 什么叫做Super Tuesday呢 这个超级星期二呢 其实指的就是说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的选举年当中 在这一天会有最多的初选来进行 那所以大家现在都很关注 就是说这个比较 有在感觉有竞争对手的共和党 川普跟这个前驻联合国的大使 Nikki Halley 谁会在这一次的这个 共和党初选当中胜出 那虽然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川普是遥遥领先 所以大家就在想说 喂这个2024年 好像又会是拜登跟川普 再度互别苗头 所以大家现在其实基本上 大家就有说 这一次的这个Super Tuesday 好像不是那么热闹 所以大家都还是聚焦在 这两个主要的这个 candidate身上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 这个纽约时报 就报道了一则新闻 他说什么 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拜登好像太老了 他老到什么程度 他老到连他原本的支持者 都有点怀疑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再次挑战总统的这个大位 这个纽约时报 他其实找了一个这个大学 来进行一个民调的调查 我们带大使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民调 讲了些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画面上了 这个民调他做了一个 他设计了一个问题 他说他是来询问这个大家 他就说 你认为川普跟拜登 哪一个比较老 老到你对他要当总统 会有一点点质疑 你竟然有高达73%的人 觉得是拜登 你太老了 为什么 大使你会觉得 这个有涉及年龄歧视吗 这个是蛮有趣的 民主国家里面 好像第一次出现两个 都是大概80岁上下的人 要进逐这个大位 那我想这次大家 所讨论的比较多的话题 除了那年龄以外 也涉及到他们的能力 比如说这两位 过去在公共的场合 都有讲话 有时候讲太快 出错的这种情形 还有另外一个 除了关心那个 那个拜登的年龄 还有川普的年龄之外 他们很多也关心 那个川普的不可预测性 对 这个尤其是在 其他的主要的大国 都非常的关心 那我们台湾也不例外 因为美国是我们台湾 非常在国安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 那这次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就是美国 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你们是没有人了吗 也一定要从这两位 80岁上下的人 然后挑一个 来领导这个国家 大使可不可以帮大家科普一下 那个拜登现在到底几岁 拜登我所了解的是81 然后川普呢 川普是77岁 天哪 因为拜登跟川普两个 这个都已经高龄了啦 基本上像我们自己的 这个爷爷奶奶辈 可能都还没有81 他们都已经在家里享清福了 其实照道理来讲 他们两个在这个年纪 还愿意出来为美国的人民服务 还是蛮值得敬佩的 但是大家就是会 有一点点疑虑 因为我不知道大使 您知不知道 就是最近会开始 因为这种年龄的这种 已经变成一个 美国大选的一个 政治攻防的感觉 那这种政治攻防呢 不管是就是媒体上面开始讲说 拜登好像有一点点 失智的一个倾向啊 然后大家就会搭配 很多的这个媒体画面来阐述嘛 又或者最近有一个非常 也说好笑也是 但是就很像是被国家认证的 就是拜登本来有一个 类似诉讼案 就是说他在2017年 就是卸任总统的时候 他没有把一些国家的机密资料 搅回 所以这个检调单位就要调查嘛 那最近调查结果是公布了啦 就是不起诉 但是那个检察官 他就在这个报告里面 他就讲说 拜登好像记性不太好 他说拜登连自己什么时候当副总统啊 还有这个拜登的这个大儿子过世的时间 拜登都不知道 那因为这个report出来之后 就好像就是已经被这种检调单位 认证你有失忆一样 所以拜登就跳脚 他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当媒体有问到就是说 关于记忆力的问题的时候 拜登当然就是严正的否认嘛 但是会后的媒体联访 拜登又不断的一直就是 讲错各国的领导人 要嘛是把A套到B身上 要嘛就是讲到已经过世的那个领导人 以为他还是现任的 所以这种种的口误 就会不免被媒体拿来操作 那也才会导致 就是说纽约时报的报道 现在已经就是转向说 已经不只是共和党的人 开始批评这个拜登 是连拜登自己的 好像原先的支持者 都对拜登有这么一点疑虑 所以大使您刚刚讲的 也很有道理 就是说拜登跟川普 这两个好像 不管是年龄 还是这个所谓的记忆力 又或者是说 有时候这个川普 偶尔会有一些小失言 没有其实 我必不担心 我相信美国绝大多数的人民 也不会太担心 你知道为什么 第一个 美国的国民的数值是非常的高 然后它的国家运行 非常上轨道 不管是哪一个总统上台 不管它的能力 是不是非常好 或者是非常的普通 那这个国家的运作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你看看过去这四年 那个将近四年 拜登当总统 好像也没有非常重大的失误 或者是 当然它也没有什么 让人家印象深刻的成就 那这个是因为整个 美国的国家的体制 它的宪法 它的守法程度 那个选民的数值 老百姓一般的数值 都非常的高 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一些差异 那那个当然美国过去 也有一些很杰出的总统 他们能力很强 那确实可以做出一番事业 可以让大家记住他 那那个川普他在当 当这个总统的任务的时候 当然他有一些很争议的东西 可是整个美国的政府的体制的运作 基本上都还不错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 这个这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里面有分很多制度 总统制 内阁制 这个新加坡制 还有很多不同的制 不过这个 这种民主制度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 他们不管谁上台 那做出来的事情 一般来说 比较符合大众 一般普罗大众的利益 那你看极权国家 他们是怎么样上来 他不是靠选票 而是靠大家那个权力 那个禁足 这个就是杀杀杀 这个或者是斗来斗去 最后最强的出现 出现了以后 那他这种政体 基本上是比较符合 他们个人的利益 那比较不符合 大多数人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 像我做一个比较 我回到家里面 我最常看的有两个节目 一个是运动 运动的频道 另外也是动物频道 动物频道 我发现在非洲 那个狮子 狮子王是非常powerful 可是他随时都会有挑战 挑战了上来 挑战了上来 有一天就把他打倒了 叫取而代之 那这个他取代而代 取而代之的狮王 当然是为他个人的利益 他有很多很多的privilege 所以说 比如说他可以跟很多的一些 这个母狮子 他们可以有 繁衍后代的一些权利 那这个 这个所以说 你看动物的是 人跟动物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人 会想办法创造一个制度 来符合大家的利益 那不像动物 动物的话 那个就 他其实竞争的结果 他是想要符合他的利益 这个为什么 极权国家的人 在整个全世界来讲 是比较少 那大使我有问题想提问 就是因为现在其实 根据刚刚那个 纽约时报的那个报道 他里面的那个民调 还有讲到就是说 现在只有24%的选民 认为美国on the right check 然后有47%的人 是不满意拜登的政策 虽然我们在国际间看 当然美国还是一个秩序的维护者 但是美国的内政问题 已经有47%的人 是不满意拜登了 然后甚至 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 现在川普跟拜登 两个的民调来做的话 拜登是落后川普 五个百分点的 一个是43%会投给拜登 然后一个是48%会支持川普 那当然啦 他们两个年龄问题 所以年轻选民当然就会觉得说 他们两个都太老了啦 很像是家中会有代沟的长辈 好像跟他们沟通会有问题 然后也会有点担忧 他们这两个到底懂不懂 年轻世代在想些什么 所以现在看起来 当然拜登的要担忧的问题 比较多一点点 因为大家就开始指引 你到底能不能选连任吗 到底什么原因 会让民主党就是 也没有派其他的竞争对手 来跟拜登来争夺高下 因为刚才大使有您讲到 动物界会有一个所谓的replace 就是我可以替换掉你 我觉得反正就是 这个竞争的一个生态链 那为什么民主党内 没有人敢跟拜登竞争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个现象 过去20年 你看美国的总统的选举 那这个你当了总统以后 几乎每一个都想当第二任 对 然后那个他想当第二任的时候 还真的没有人能够挑战他 那为什么呢 因为总统的实权很大 你如果说你不支持他 你这个 你如果说在政府部门服务的话 那你明天就下台 他就把你拔掉 那如果说你是他竞争对手的话 他有国家的资源 你没有 相对来讲 其他的是属于弱势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美国现任的总统 他想要继选连任的话 几乎都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另外一个就是说 至于民意的部分 现在那个拜登落后 川普五个百分点 现在是三月 十一月才投票 中间变化很多了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 即使到最后 大家对这两位老人家 都不是很满意 还是会投票 就是含泪投票 含恨投票而已 这跟台湾是不是很像 对啊 你不觉得很有熟悉 好像全市 就是民主制度的投票 可能到后来都只能这样子 就有点像 变成那种心理 就是含恨也好 含泪也好 就好像两个不好的苹果 你只要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 我想全世界都一样 不过像这种 在那个内阁制的国家 我的观察是比较不会 产生这种两个形象这么大 这么差异这么大的人 就是老百姓不满意的人 还可以进入大位 相对来说 内阁制似乎比较不会出现这种形象 但是内阁制我们不管是 就是假设是台湾这边 我们要来进行一个 转变到内阁制 还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就是政体上面来讲 就是各有利弊 就像刚刚我们就是 回到这个美国大选这一块 大使分享了 拜登当然他还是通常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归人性 还是会想要有竞选连任 那川普当然想要再回来 把他的位置再夺回来 但现在大家也说了 这个川普其实好像也很长 口误 他一直把拜登喊成欧巴马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心中 一直很惦记着欧巴马 所以就是因为 这两个现在主要的政治人物 都会无限的 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会被媒体放大 我想这个是所有的民主国家 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媒体是监督嘛 那只要一放大 就会变政治攻防战 所以大家现在就想说 我到底要从这两个 如果都是烂苹果 我要选哪一个比较好 那现在就有讲了 虽然说川普 这个有一些失言的风波 或者是他可能 有时候脑袋也会稍微 当机一下下 但对他的批评 尤其在失忆这一块 好像力道没有拜登那么大 那这样子来看 现在我们再回归到 就是美国也有针对 他们现在整体的经济 然后做一个民意调查 那这个整体的调查 对美国的经济 其实是乐观的 但是他们美国人民 不觉得这个是拜登的功劳 就是大家对于拜登的不满 已经变成是说 不管你怎么样的数据 证明美国有在好转 或者是变好或提升 这个都不算是拜登的功劳了 所以拜登现在 好像是整个团队 极尽全力要来帮助拜登 因为前阵子白宫的医生 甚至出面 来告诉媒体说 拜登没有问题啦 他不焉不酒 他甚至一周运动五次 我现在已经觉得 运动这个东西 好像变成各国领袖的一个 怎么讲 体能的象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像习近平之前也说 他每天游泳1000公尺 然后什么 不是1000公里哦 是1000公尺 1000公尺还是1000公尺 1000公尺 1000公尺 他说他每天哦 而且他还说什么 他这个什么行驶 十里路不换肩 就挑着担子 走路可以不换肩 反正有一堆运动的神话 那这个白宫也一样 跳出来 帮这个拜登背书 就是说拜登这个身体健康 都没有问题啦 虽然他年轻的时候 有开过这个脑 好像是动脉瘤的手术 但是也不影响拜登 他绝对可以再继续担任这个职务 大家都来帮忙拜登 然后拜登现在也想说 接下来他要发表 这个所谓的国情资文 那媒体就说 拜登现在很吉利的准备 这个国情资文 希望在这个时候可以你知道 力拼翻身 然后来洗刷一下 他现在不好的形象 大使国情资文 这个重要性在哪里 其实国情资文 只是可以展现出 那个未来拜登要做什么事情 他做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会真的为美国 不管是经济也好 贸易也好 或整体国力来讲也好 可以大幅地提升 老百姓到底相不相信 那跟你过去的这个记录 是会有关系的 所以老百姓会检视你过去 到底有没有做了哪些事 能够让我来相信你 对 就是说就好像你一个人 你吹牛吹了半天 你没有办法拿出evidence的话 我觉得你就是说说而已 所以国情资文 我觉得你可以看出他未来想要干什么 那对我们那个台湾来说 我们比较关心的 就是未来他怎么样处理 跟台湾的关系 怎么样协助台湾来化解 那个对岸对我们的一些压力 我们比较关心的这一点 那从这一点当中 我们也看到他们这个 有通过了很多法案等等的 那可是这些法案 这个到底有没有落实 第一个那个像军售的部分 前一阵子有点delay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美国政府 它的信用好不好 我们再看那个台积电 他不是请他到那里亚兽纳去设厂吗 设厂的他们也准备要 也通过了一些法案要补助他 到目前为止 这个台积电跟三星 都还没有拿到补助款 所以这一点的话 还是有待有待加强了 如果说他们做了以后 那个真正做到的话 那对于拜登 他已经commit himself的话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没错 因为现在其实 这个连金融时报都说 其实大家好像 不知道为什么都好像 越来越看好川普 不知道这个如果 作为台湾的角色 我们到底是要开心 还是要有其他的比较反面的情绪 因为现在金融时报就讲说 感觉拜登好像就是 因为接下来是这个超级星期二 那超级星期二就是已经开启了这个整体的初选了 那所以金融时报就有这个来大幅的报导 目前在共和党内初选的一个情况 大家都普遍认为川普一定会夺下共和党 然后代表竞选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资格 因为那时候本来共和党其实有好几个这个竞争对手 那后来只剩下这个Niki Halley 但是今天就我刚刚看 因为节目播出的时间应该是已经这个 超级星期二的一个结果已经开票出来 就我刚刚的这个随意看了一下数字 目前共和党的川普 他已经拿下了360几张的代表票 但是Niki Halley只拿了40几张 这个悬殊已经太大了 所以这个悬殊到那么大 其实要追起来有点困难 看起来就一定又是川普代表来角逐了 对这个现象就好像NBA 这个只剩下三分钟了 也相差了20分 那剩下三分钟就是垃圾时间了 所以我想川普出局看起来 就是出现了 应该是已成定局 对那因为现在 因为川普现在当然也已经就是 自诩为自己就是这个会代表共和党来竞选美国总统嘛 所以他当然现在在政治工坊上跟拜登就是你知道 这个互相的在那边攻防 然后拜登 他就这个川普就说 拜登啊 他现在是密谋要推翻这个美国政府 然后甚至一直就是用比较这个harkish的言论 在讲这个拜登的这些移民政策啊 或者是边境问题等等 那川普如果在当选他的保护主义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保护主义啊 那对于那个自由贸易来说当然是一大伤害 那我们台湾的外那个的经济是以外销导向的一个经济 对我们当然会有影响 那可是现在就是说 现在整个全世界的格局是美国跟中国两个在对抗 那台湾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是全世界半导体高阶的晶片 主要的生产国家 那他希望我们也到那边去投资 所以在这个方面 如果美国能够给我们在这个税制方面公平一点 那个跟其他一视同仁的话 我相信我们台湾还是有相当好的竞争力 是 好那我们在这个美国大选这个议题 我们当然只能持续关注啊 那应该是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针对初选这个超级星期二就会有一个结果 那当然超级星期二不是唯一的初选 其实整体的初选最后的截止日 最后一场应该会是在六月的时候 那关注这个全球朱察队 我们会一直持续锁定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 那接下来 乌克兰还有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战争 哇已经好久了 已经满两周年进入第三年了 大家现在在这个画面上面看到的 就是这个半岛新闻 它其实这个标题要点出的一个最大的关键 就是他们认为啊 俄乌战争在这个要进入第三年的这个时刻 其实俄罗斯仍在步步进逼乌克兰 那这个步步进逼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探讨的议题 俄乌战争第一年大家都充满希望 因为乌克兰是一个民主阵线 我想那个时候 大家很惊讶会发生战争 所以所有的国际的友人们都 站出来要来帮乌克兰发声 那泽伦斯基那个时候也坚定的带领乌克兰人 来对抗俄罗斯 但是走到第二年的时候 开始不管是在兵力上面的悬殊 因为现在乌克兰其实它整体的兵力 大概是80万人 俄罗斯其实就算它现在停止增兵 但它最后的数字是来到130万人 这个将近要快要一倍的这个悬殊 在兵力上面就已经有落差了 再加上打仗打那么久了 人心总是会有一点觉得 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大使就您 您怎么看现在俄乌战争现在的发展 第一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两个国家 实力相差的悬殊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那个不只是刚才你提到了那个兵力 大概就相差个一倍两倍 实际上整体国力还是相差的非常的远 那这个战争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是我觉得是两败俱伤 那对于乌克兰来讲 他们国家的人口总共大概就是4300万左右 现在国家的人口只剩下大概3000万出头 那等于是损失了1000万 1000万有的是很多都跑到那个其他的临近的欧洲国家去了 那这个对他们国家的人力的损失是非常的巨大 那据我所了解的 他们整个生育率也是大幅的下降 那最新的数据是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生育率大概掉到大概0.7% 那就是比台湾还差 那这个对于他未来国家的重建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灾难 那这个所以当两个国家 一个非常大 资源非常多 那另外一个是相对的小很多的情况之下 你战事脱久的话一定是对那个小的不利 然后再加上 那这个乌克兰他当初错估了国际会对他支持的强度 他认为美国会站在他后面 然后整个NATO北约组织会站在他后面 那实际上刚开始是这样子 可是俄罗斯打了一张牌 布丁打了一张牌让大家都不敢轻取妄动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敢派军 那个进到那个乌克兰境内来帮助他 对抗俄罗斯 因为布丁他说 他已经对于那个核子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 必要的时候他不排除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整个来说 你美国这个欧洲国家到目前为止 也只敢给他一些军事上的援助 但是军事上的援助久了以后 也会影响到这些相关的 包括美国欧洲各国的他们的预算 预算 而且这个预算是非常多了 是几百亿美金的 至少是几十亿 至少是几百亿美金 那这些对他们国内那个经济复苏 尤其是COVID-19以后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时间一久了以后 那他们就疲乏了 那所以说一开始虽然 那个在美国的协助之下 他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这个慢慢慢慢战况拖下去了以后 弹药不足 那这是为什么后来 他在主要的那个战争 尤其是在那个去年夏季的 那个反攻的时候 就失败了 失败了 所以现在目前来说 绝大多数的国家 都对那个乌克兰 他认为说他战胜的几率是非常的低 没错 因为时间拖了久了之后 其实乌克兰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内忧 外患的问题 所谓的内忧是当然他里面 他们在军中当然有一些贪污 股币的事情逐渐的被揭露了 那再加上呢 其实前一阵子 泽伦斯基非常罕见的公开他们的兵损 他是说我们兵损大概是三万人啦 但是美国跟英国的学者都认为 实际的数字应该会更高 那再加上其实 国际当中就像大使刚刚讲的 时间战线拖久了 变成一个消耗战的时候 国际间的援助 他会一开始从充满热情到回归到每一个国家 他们自己国家内部有一些现实的考量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现在国际援助的部分 这个目前美国国会当然有提出啦 有600亿的原污预算 但是目前人卡在众议院 那这个当然就涉及到美国总统大选内部的一个攻防 所以这个如果这个预算又持续的pending 乌克兰到底等不等得到 这是一个大问号 好接下来看一下欧洲国家 欧盟虽然有提供了500亿的预算来帮忙乌克兰 但是他们在整个这个不管是武器上面 他们原本预设的目标是要攻击这个乌克兰100万核弹 核炮弹 但到3月为止达成率仍然落后一半 所以现在因为欧洲国家有非常多的智库 因为俄乌战争有成立所谓的这种原污计划 那德国一个智库原污计划的主任他就讲了 他说如果美国不赶快进一步的提供支持的话 那欧洲不得不将目前的军事支持力度增加至少一倍 但欧洲国家准备好了吗 这又是一个大问号 好那我们来看看欧洲国家现在做了些什么 刚刚大使有提到这个北约的部分 瑞典要成为北约的一个会员国了 但是北约的秘书长说了 我们这个联盟会更加的强大安全 但怎么做叫做强大 难道是多加一个会员就变得强大吗 如何才能更安全 也还没有提出一个实质的帮助 所以这个部分也会让人家觉得 怎么好像雷声大于点小 那再加上现在欧盟的这个外交委员会 有做了一项民调 目前只有10%的欧洲人相信乌克兰会赢 虽然相信俄罗斯会赢的是20% 看起来好像相差的不多 但是在相信乌克兰会赢的这个民调的调查里面 原本支持乌克兰的这些国家 他们自己对乌克兰的信心也没有很高 所以照这样子看这是一个很血淋淋的国际现实 那大家讲到俄罗战争的时候就不免会想到 是不是值得台海借近 那在国际现实上台海怎么借近 第一个先讲到那个 现在他们那个乌克兰俄罗斯之间战争的问题 你看只有10%的人 在欧洲10%的人认为这个乌克兰会赢 你如果到那个股票市场去买股票 只有10%的人认为说他会涨价 90%是看衰他 你敢买这个股票吗 不敢 然后第二个 你看看那个美国元素600亿美金 赶快啦 然后再加倍 600亿丢下去战争就结束吗 不会啊 不会 对他是一个消耗的 可能会再打个10年 对 那你是不是要继续这样下去 耗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他们也面临到一个问题 那个现在在那个乌克兰后面 是北约 对 是美国 最关心的当然是北约这些欧洲国家 因为存亡此寒 对 今天他们是用集体安全的概念 来支援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败仗 那然后继续 继续打下去的话 会拖垮他们其他的经济 那这样 他是不是还要陪他玩 这是问题 这个 那我们台湾为什么这么关注 因为大家想下一个 这个战争的热点 不会就是我们 那个很多以前那个上次 他们在打了刚开始打的时候 全世界都认为下一个是台海 战争什么时候会发生 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结果我们还没有发生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就打起来了 那里面就发生了那个战争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警惕 对 没错 尤其在台湾要警惕的 虽然看起来乌克兰跟俄罗斯 离我们还有一点距离 但是中国跟菲律宾 最近交锋的情势 也持续升温 这个可能也会为整个台湾 或者是整体的印太区域 带来一些这个不和平的感觉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中国金船他们在这个黄岩岛 设了这个所谓的浮动屏障 那这个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就跳出来说 这个我们是维护主权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这是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措施 大使黄岩岛设屏障 这个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 或是中国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要看整个大的国际局势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因为它的国力 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 进展得非常快 它已经全世界是世界上第二强的 那根据数据 它在2023年的时候 它的实力就相当于 它的GDP相当于美国的77% 那这个时候已经 根据休斯底细 那个陷阱的这种理论的话 你当国力 它接近80%的时候 第二名的power 它会挑战第一名的 所以在这种现象 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美中脚量下的一个结果 那菲律宾前一阵 又跟那个美国签订了一些协定 那美国为了要 要和止那个中国大陆 它的军事的扩张 它在亚太地区 跟日本 跟韩国 跟菲律宾 都签了双边的 那个军事的一些同盟 那同时在那个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multilateral的 就是多边性的 那个有点像NATO的那种概念的 像阿库斯 还有那个四方安全对话联盟 等等 还有Five Eyes这些 都是剑指这个北京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菲律宾跟中国大陆 当然会有冲突 来另外一个 黄岩岛这个地方 它距离马尼拉 只有350公里 但是公里还是海里公里 它如果说 那边设立一个军事基地 它那个飞机一起飞 十几分钟就到马尼拉了 那对它来讲 就好像一个匕首 它都要刺到你的心脏 这个它当然是很危险的 然后除此之外 黄岩岛 我想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黄岩岛到底有多大 我跟你讲 它在之前 黄岩岛 它有关的 下面的那个叫做 等于是这个 有点像是礁石 礁石 礁石跟岛不一样 礁石很多是在下面的 那就我所了解的 那个礁石大概有 150平方公里的大 可是如果脏潮的时候 只剩下三平方公尺 这只能盖过去 三平方公尺 就是我们办公室 办公桌的没有几个大 它原来就这么小 浮出水面 就涨潮的时候 浮出水面 就这么小 那中国大陆 它也很厉害 它填沙这个赵岛 就是被它填一填 变成2.8平方公里 不是公尺 公里 换句话说 它把这个变成 差不多将近1000倍大 如果它是一个岛 是他们的领土 如果又被国际承认的话 那它那个周围12海里 就是它的领海 那这个200海里 是它的经济海域 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 它如果在这个地方 它部署了这些军事设施的话 当然会对于南海的安全 会造成一个危害 所以在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菲律宾在这方面 美国在这方面不让步的一个 没错 因为现在看起来 好像为了要防止这个 中国的这个 逐渐的一个这样 比较侵略性的一个逼近 这个菲律宾现在也积极地 拉拢美国跟日本 不管是说 在经济上面 怕这个中国来报复 所以菲律宾也找了 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 要来访问这个菲律宾 那又或者呢 菲律宾的这个外交部长也说了 他们今年要跟日本来举行 所谓的2加2部长会议 国防部长加外交部长 这两个来进行一个2加2的会议 都可以看出这个菲律宾 也开始紧张了 那要来拉拢美日 来做一个围堵 尽量不要让中国的势力 逐渐扩张 那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这样中国好像 很多个全世界各个国家 都把中国好像视为敌人了 那中国是不是 也会有一点点紧张 那中国未来会怎么因应呢 当大家一直想说 中国可能会面临到一些 不管是内部压力 外部压力也好的时候 殊不知 中国反而在另外一个地方 又开辟了一个新战场 在哪里呢 在全球的太空竞赛 现在全球太空竞赛白热化了 那有哪几个国家都在争夺 这个所谓登陆月球呢 美国 中国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 美国最近在2月初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民间的太空飞行器 登月成功 这个飞行器叫做奥德修斯号 那这个美国呢 他们就出来说吧 我们最快 在2026年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人送到月球上 再度送人上去 那中国呢 苏朗姆苏丁 他马上也发表 他说 中国这边呢 有一个新的太空船 他取了一个非常就是 这个文周周的名字 叫做梦周 他们说啊 我们目标 2030年就要送人上月球 所以看起来 中美之间的竞争 是这个从陆站 一路站到了 这个商业站 陆站 一路站到了 这个太空站上面 那当然 还有一个人 一个国家也当然不让 俄罗斯 之前这个彭博社 就有经传 就是说俄罗斯 好像要在太空部署核物 想问大使 如果俄罗斯 真的在太空部署核物 会对台湾造成什么威胁 第一个 当然那个 俄罗斯 他目前他也是否认 他会在太空部署那个核物 那刚才讲到这些 这个登陆月球这些事情 登陆月球其实不是重点 登陆月球 那月球你能干嘛 你也不毛吃地 你也不能够做什么东西 它最重要就是那些 相关的太空的产业 尤其是卫星 卫星的部分 你知道国与国之间的 那个军事竞争的话 那卫星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卫星没有或者被人家打下来以后 那你就像虾子一样 你的飞弹根本没有办法导航精准的集中到你的目标 那所以这个才是重点 那在这一方面 这一方面 那个双方都在矫禁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个 那个有个叫马克思 他SPEX 那个计划 他已经在低轨道 他已经有5000颗的那个 那个卫星 那那个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那个乌克兰 透过美国 然后用他的心链 那就很成功的打了几场胜战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除了美国 俄罗斯跟中国 他们有这实力登陆月球以外 我们不可以这个轻忽的印度 印度也很厉害 连印度都有 我想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美国登陆月球 他那个花费三兆台币 那个中国大陆很厉害 他花3800亿就做到了 印度前一阵子 登陆这个月球 而且登陆他的南极 最难的 花了28亿而已 所以以后 我们在看这些世界局势的时候 千万不要忽视 印度也很重要 好 没问题 因为就像大使刚才分享 这个印度也在这个太空战当中 也有这个跃跃欲试 倒是我们没有料到了 所以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下 印度现在在太空战当中 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那今天不管是到带大家这个环游世界 不管是到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啦 或者是到这个中国菲律宾 然后呢甚至到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各位观众在底下留言 那也因为是第一集的节目 所以还有很多改进的方向 也欢迎大家可以留下你们的批评指教 那全球珠茶队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使今天的参与 谢谢大使 谢谢Judy 谢谢各位观众欢迎 好大家再见拜拜 hello everyone 欢迎收看学会了没 我是艾梅Alice 教你三分钟 学会国际新闻单字 are you ready let's go 今天我们要学到的单字是 hand pick hand pick 我们都知道 hand是手 pick是选择 那当我们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用手去拣选 采摘的意思 像我们普遍知道 手采茶的品质比较好 就是因为呢 茶工他们在采摘的时候 可以一片一片的挑选 确保每一片茶叶 都是符合他们的标准哦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纽约时报的例句 Mr. Putin had regularly interfered in Ukraine's political system hand picking leaders he believed would keep Ukraine within Russia's orbit 这边前半段直到俄罗斯总统普丁 一直以来都会干涉乌克兰的政治 那后半段 hand picking leaders 就是在讲普丁总统 会精挑细选他所属的人选来参与乌克兰的政治 那这边也想要补充 后面的 keep Ukraine within Russia's orbit 又是什么意思呢 orbit在天文学中指的是行星或是恒星运行的轨道 也就是说总统普丁他hand pick 的人选 会确保乌克兰的运行轨道是围绕着俄罗斯 并且与俄罗斯保持紧密的连接 不会轻易脱轨哦 那我们接下来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单字 hand pick hand pick 也就是精挑细选的意思 那今天的单字大家学会了没 那对文章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资讯栏下方找到文章的连结 那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的例句 我会去检查哦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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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